你把你四百万拆迁款全部拿走 一毛钱也不用留给我 然后收拾你的行列 赶快从我们家离开 我们家不再欢迎你了 而且从今天起 我们两个要断绝母子关系 我再也不认你是我的母亲了 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如果你有钱的话 我不会眼红 如果我没钱的话 你也不用施舍我 我们俩从此以后 谁也不要插手谁的生活 小刚 你说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这些拆迁款你不要 我可没有逼你啊 而且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即出 刺马难追 我希望你以后 可不要逢人就说我虐待你 那这些拆迁款 我就一分钱都不留给你了 我打算都给你弟弟 你早说你不要呀 你要是早说不要的话 我都不会来你们家的 我何必在这 和你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呢 行了行了 从此以后咱们就当陌生人吧 你不要再管我叫儿子了 我不认你 你现在赶紧拿着你的钱 还有你的行李 从我们家滚出去 我可没有像你这样偏心的妈妈 哥 这四百万的拆迁款 你一分钱都不要吗 真是太谢谢你了 我发现还是我哥对我好 哥 你放心吧 以后你弟弟发财了 不会忘记你的 我肯定会出手帮助你渡过难关的 你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是忘恩负义的人 于是偏心的妈妈 把所有的拆迁款 全都给了她的小儿子 她的大儿子小刚 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后来这件事被大儿媳知道了 大儿媳和大儿子 大闹了一场之后离婚了 就这样 时间过去了十五年 没错 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儿子 现在你再没在家呀 我和你弟弟 现在正在你家门口呢 我们俩终于找到你了 时间过得好快呀 转眼已经十五年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我们呢 你都不知道 这十五年来 我和你弟弟 每天都在想你 所以我们这次 坐了很久的火车 才来到你家的 难道你把我们都给忘了吗 你真够狠心的 十五年来 连个电话都不打 妈真的好想你呀 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 我知道你在家里 你赶紧把门给打开 让我和你弟弟 进去喝口水好吗 我还以为敲门的是谁呢 今天是什么风 把你这个偏心眼的人给吹来了 你俩今天来我家找我 不会是把钱都给花光了吧 但是我记得 有人在十五年之前 就已经说过了 要和我断绝关系 现在你们对于我来说 就是个陌生人而已 你是不是忘了 当年拆迁款的事了 我记得当初 你可是一分钱都没有给我吧 好在老天有眼 我最终靠自己的双手 过上了这样好的生活 我现在已经是一家 上市公司的总经理了 你们就别想在我这 讨到什么好处了 而且你们也不要惦记着 我的钱了 你还是回去和你的小儿子 好好地过日子吧 我希望从此以后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别来找我了 你这么说 是不是太没有良心了 我毕竟是你的亲妈呀 你是我怀胎十月 辛苦生下的儿子 你怎么能对我不孝顺呢 我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是说断就能断的吗 哪有那么简单 而且十五年前 我真的没想到 小美会和你离婚呀 如果我知道 她会这样做的话 我怎么也会给你留点钱的 但是说实话 妈从一开始就觉得 你那个媳妇 不是什么过日子的人 你俩离了也挺好的 你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可太了解了 就你那个性格 根本就压制不住 你媳妇的 回头我就找你隔壁的 离婶说一说 给你再找一个女孩 我保证肯定比小美好一百倍 你听听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 居然还在这挑拨 我和我前妻的感情 我告诉你 我做人也是有底线的 如果你还这样 继续触碰我的底线的话 你别怪我跟你不客气了 不管我媳妇怎样 可是她和我结婚的时候 一直对你特别好 难道小美对你的好你全忘了吗 我们两个当初 掏心掏肺的对你 可是我们又换回来了什么呢 我和弟弟同样都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就那么偏心呢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只偏心弟弟 当初拆迁款下来了四百万 你全都分给了弟弟 怎么现在好意思来找我 说说我的亲妈了呢 我看就是那些钱 都被你们给挥过光了吧 所以你们现在才想起来我了 拆迁款下来的时候 你怎么没想到我这个儿子呢 儿子呀 那件事都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你能不能别那么计较了 当初确实是我做错了 还不行吗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你说我和你弟弟 好不容易才找到你的 现在我们就在你家门口呢 你难道真的忍心这么对我吗 你现在赶紧把门给打开 让我们进去西医会好不好 我真的累了 十五年不见了 妈想看一看 你到底胖没胖 算了吧 你可别在这儿 讲我讲压的关心我了 我真是没想到 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你居然还是这样的无耻 你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有变 你这么会演戏 不得讲都白瞎了 而且我们两个 毕竟生活那么久了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清楚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听到你说话的声音都响出 你赶紧从我们家离开吧 我真的不想见到你 而且一会邻居出来 万一看到你在我家门口站着的话 还以为我虐待你呢 儿子 是妈不是人 是我有眼无珠了还不行吗 妈现在后悔了 当初真的不应该偏心你弟弟的 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原谅我吗 妈真的错看你弟弟了 她根本就一点理财头脑都没有 你都不知道 当她拿到拆迁款的那一刻起 她都没有想好要做什么 后来她跟风开了一家超市 听信别人的话 囤了很多的货 可是她囤的那些货 根本就不好卖 后来没办法 只能看着那批货过期了 把那些钱都给赔光了 你都不知道 就连我好不容易传的养老钱 都被她给赔没了 我们两个住的房子 也被她拿去做了抵押 没办法 我们只能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 这还不算完呢 催债的每天都会上门来找我们要钱 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我再这样折磨下去的话 精神就会崩溃的 后来也是偶然间听到 隔壁米里沈说 你现在过得特别好 自己开了一家上市公司 而且听说最近这两年 你挣了很多钱 所以妈才想着来投奔你的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你能不能看在 我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 帮你弟弟还些钱呢 我们真的过够了 东躲西藏的日子了 看着你弟弟 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我很心疼 而且你现在有的是钱 也不差这一点 我听说你名下 还有很多的房产呢 你就过户 给你弟弟一套呗 反正你自己也住不过来 这样的话 你弟弟还能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啊 你也不看看 现在你们过的是什么处境了 你怎么还是老样子 还是那么偏心弟弟呢 我看你心里想的念的 全都是你那个不争气的小儿子 你知不知道15年前 你的所作所为 已经彻底的把我的心给伤透了 谁能想到 你现在居然花光了所有的钱 哟 没有钱了想起来我是你儿子了 这就是报应 你现在居然还想让我 帮你儿子还钱 简直是做梦 还想让我把房子过户给弟弟 你是不是没睡醒呢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的亲妈呀 你是有义务给我养老的 你知不知道 现在我和你弟弟 每天都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 我们两个现在生活得非常困难 作为家人 你就真的忍心看着我们流落街头吗 你们流落街头 不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和我有一分钱关系吗 你别在这道德绑架我了 当初你们无情无义 扬言要和我断绝亲子关系 而且还说你会让你的小儿子养你的老 你不是觉得你的小儿子前途无量吗 现在没有钱了 想起来我了 你难道觉得我是冤大头吗 这就是你偏心的下场 我是不会心软的 而且你放心吧 我也不会照顾你的 你之所以有现在的结果 不还是因为你自己做事不公道吗 人在座 天在看 我弟弟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他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听我的话 还是一意孤行的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 那么今天这个结果你就应该早就料到了 现在我自己有钱 那也是我通过努力得来的 凭什么你们不想付出所有 就想做想其成呢 天底下哪有那样的好事 你还想让我给你的小儿子还债 凭什么呀 儿子 妈知道当初都是妈的错 让你受委屈了 可是你也不想一想 你有今天的成就 不也应该感谢我吗 如果不是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弟弟的话 你会发奋图强的奋斗吗 而且我说了 你和你弟弟身上流着相同的血 不帮他的话 他真的就要露宿街头了 你真的这么残忍吗 你忍心看着你的弟弟自生自灭吗 求求你了 看在妈的面子上 你就给你的弟弟还清债务吧 而且现在你还开了一家公司 你能不能再给你弟弟安排一个工作呢 这样的话 他住的地方也有了 他还有能力养活自己 我们不也就不用操心了吗 而且你现在孤家寡人一个 留那么多钱 有什么用呀 不像你弟弟家 他们家是一个男孩子 而且你大侄子正好上出三了 你就当帮帮你大侄子 还不行吗 你想的美事还挺好的 你还想让我管他儿子 你对你的小儿子那么好 那你自己去帮他还清债务不就行了吗 你干什么来找我 虽然现在我单身 但是你别忘了我还有亲闺女呢 将来我的所有财产是要留给我女儿的 而且我相信我女儿也会给我养老的 你想让我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你小儿子 怎么的 以后她会给我养老吗 还是说我大侄子会给我养老 妈知道你有女儿 可是你和小美离婚了 以后怕不是把孩子也给带走了吗 这么多年 你们之间都没有联系过 你觉得她还会承认你吗 而且就算她承认你的话 她毕竟是女孩 以后是会嫁人的 难道你真的就忍心 让你的这些钱全都便宜给外人吗 可是你弟弟家的情况就不一样 他们家的是男孩 是可以给我们家传宗接代的 没想到十五年过去了 你还是老样的 真是江山一改 本性男一样 我看在你的心里 永远都只有你小儿子一家吧 而我们家对于你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人 我真的好想去做一个亲子监定 看一看到底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不然的话 你怎么能这么偏心呢 凭什么你觉得我辛苦赚下来的钱 会给你的小儿子填窟窿呢 天下哪有掉馅饼的好事啊 儿子 妈和记这十五年过去了 这件事你能放下吗 可是我没想到你 居然变得如此冷漠无情 我记得之前你还是很孝顺的呀 你对我和你弟弟都很好 没想到十五年不见了 你居然变成了一个六亲不认的人了 你别忘了 我们才是一家人 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你的亲娘和亲弟弟 露宿街头吗 你们能有今天的遭遇 全都是你们自己做的下场 全部都是你们自作自受的结果 你少在这道德绑架我了 如果十五年前 你能公平地对待我和弟弟的话 那么今天的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件事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偏心 也怪你自己看人的眼光不准 所以你不要想着 在我这里会拿走一分钱 从今以后 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 我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而且我也希望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说完这些话以后 小刚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然后他想都没想的 就把母亲的电话给拉黑了 他决定从今天起 不管母子两个人会过成什么样的日子 他都不会再和他们联系了 屏幕前的家人们 对于小刚的做法 你觉得对吗 小刚是不是真的有点太无情了呢 如果你是小刚的话 你会怎样做呢